所以因为它这么的关切 所以这次的惩处似乎是速度快的有点离谱 并且预料当中好像有蛮多的将官 他们的星星搞不好会掉几颗下来 就用你的观察 这次的惩处它的范围会有多大 那么这次的惩处结果下来 民众可以心服口服吗 我觉得它这一次 其实国防部一开始没有要惩处到 现在最高的是陆军的司令 他是上将 本来一开始只是一个中将 就是这个六军团的指挥官 他是中将 那最早一开始其实也没有要到中将 我觉得国防部还有陆军 先是陆军 因为本来是陆军的层级 陆军要报国防部 那陆军他们看到舆论这个烧烧烧烧 然后骂骂骂批批批以后 他们就决定好吧 那我就自己先自砍一刀 然后看看这样能不能 把血先止一下看看 然后结果他们 后来他们这个陈储的建议名单 送到国防部以后 因为那个时候舆论还是继续在延烧 而且一直不断在痛骂 所以呢 他们就决定那我就再砍两刀好了 然后把陆军一刀也一起砍了 对 然后寄个申戒这样子 然后他们会搞到27个人陈储 然后里面就包括 我看27个人里面有 一个上将 两个中将跟四个少将 那真的好多信心了 非常多 所以这个就他们可能 我觉得他们这个陈储 他们本来是想要直写 然后想说这样应该就可以 给社会一个交代了 给家属一个交代了 我们已经搞了这么多陈储出来了 但是我觉得他们有点搞错方向 因为其实就像洪家的爸爸妈妈他们说的 他们要的是一个真相 因为儿子已经走了 你现在不管怎么样他都回不来 他们要一个是真相 然后像洪爸爸 我觉得他就非常的伟大 也非常了不起 他就说他儿子已经走 然后他像今天国防部 高华驻部长去看他 他就觉得他已经感受到政府的诚意 很少你看到有这种家长或是家属 是这么的冷静 对 然后他会讲的这么的理性 然后他是说希望这件事情 可以让以后这个军纪的管理 军中的人性化的管理 或什么之类 可以因为这件事情而彻底的检讨 然后能够落实 谢谢大家